族金工 今年沒有吃金工л 因為金工黏頭 黏水晴 黏頭門 今年就換吃土豆糖 看到很年輕的路線作家 用到流量的台語 讀出外國本來的文字 因為這是她從小就感受到的生活 阿嬤跟媽媽他們唸的台語就好有感覺 然後就這樣子 就把它寫下來了 本身其實對於家鄉 其實有一份情在 所以会把我自己家里的东西把它做一个转换 然后用我自己最熟悉的 因为我本身美术系的话 有对于画图啊 就是比较稍微顺手一点 总部亲对主路的爱 用土豆腾表现出来 这是一种帖会 对土豆的关怀 他过分次含土豆腐被出版新菜 是做这对农民的建议 也让菜来面的主角很开心 这个制作 把我的经过来讲一下 我就希望我做了20年 我是应该把我的故事讲回去 给很多想要这个人 就不要 就是很多麻烦 今年故事的本 白分库定结束 有自己的社区作品 比冰算出版 这些故事 除了以早途婚礼的方式 发表以外 故事官也将会邀请他 来情心说故事 那过年的时候 在网上我们一定会邀 这些作者 然后带着这个故事 到这个地方做故事团圆饭 那故事团圆饭呢 是在我们的过年期间 每一个作者轮流 回到这个空间 然后就用故事来 要大家一起聚集一堂 为日空空年以开始 电风故事不断比創作 比定限 为本也一代团一代 一本就一本出版 所以分音的幸福和感动 也到过文字和多位当中 传达出去 记者 林玲玲 蔡宏博德